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任内第五次隔空相会 两人在28号晚间进行通话 白宫国安会日前就预告 这次拜习会会聚焦美中双方如何管理经济方面的竞争 也会谈到无恶战争 另外就是各界关注的印太和台湾议题 特别是台湾事前就被各界认为是两人的主要话题之一 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官科比也强调美国的一中政策不变 中方升高威胁没有帮助且没有必要 媒体也不期待这通电话能立刻带来改变 近期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传出可能造访台湾 也让这次拜习会的时机格外敏感 台海形势如何变化端看两人的政治智慧 华世新闻陈刚梁树文报道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想要看到楚国最新的动态 赶快订阅华世 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